可以看到是25号下午在花莲空军基地 有许多的军事迷聚集 因为搭载着各式飞弹的F-16战机队 即将要准备来降落 而第一部搭载飞弹的F-16战机 它搭载的是这个先进的中程飞弹 顺利的降落之后 后面跟着这一台没有搭载的应该是拍摄机 接着呢搭载着响尾蛇飞弹的F-16战机 是跟着降落 最后一部呢F-16战机上面是三种飞弹都有 分别是中程飞弹 响尾蛇飞弹 还有雨茶飞弹 因为重量比较重 所以在降落的时候是开了减速伞 原来这些战机呢 是在执行飞行拍摄任务 除了展示武力之外呢 也是为了庆贺总统赖金德 上任之后的首次国庆 也让军事民是看了大乌过瘾 会儿像这一家 不就是注册的 不会即将军事民的 深压力资金德